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猜一个谜题 我们知道 疫情从2020年爆发到现在 已经将近三年了 那么你猜想一下 美国的那些顶级富人们 在这几年的财富 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 大部分人猜不到的是 根据福布斯数据显示 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 从2020年3月到现在增长了 百分之六十二 比如马斯克 他的净资产增加了 两千六百六十亿美元 涨幅高达百分之一千零八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工人的实心 仅仅上涨了百分之十 这个现象 告出了当今社会 一个残酷的真相 富人越来越富 雄人越来越穷 您好 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今天我们讲的是 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现象自古就存在 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先贤老子 在《奥德经》开篇就说 天知道 损有余而补补足 人知道 损不足而奉有余 我们观察一下 身边的人可能会发现 如今的这个时代 有钱人即便不用天天工作 也一样车库收藏各种豪车 身边时时有美女相陪 他们可以尽情享受生活 做他们喜欢的事 但同时 他们的财富 却越积累越多 反观大部分穷人 每天辛辛苦苦 兢兢业业的工作 却始终摆脱不了贫穷的困境 他们整天都在为温饱而辛苦工作 但他们始终无法积累财富 每天很努力 却越来越穷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富人越来越有钱 而穷人不管自己怎么努力 依旧每天为温饱奔波 这就是所谓的财富上的马太效应 那么马太效应最早来源于哪里呢 马太效应 强者欲强 马太福音是《圣经新约》的一卷书 其中有这样一则预言故事 从前 一个国王要出门远行 临行前交给三个仆人 每人一顶银子 并吩咐他们 你们各自拿这些银子去做生意 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 等国王回来时 第一个仆人说 主人 你交给我的一顶银子 我已经赚了十顶 于是国王奖励他十座城池 第二个仆人报告主人 你给我的一顶银子 我已经赚了五顶 于是国王奖励他五座城池 第三个仆人报告说 主人 你给我的一顶银子 我一直用手帕包着 怕丢失 一直没有拿出来 于是国王命令第三个仆人 把他的一顶银子 删给了第一个仆人 并且说 凡是少的 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多过来 凡是多的 还要给他更多 让他多多一善 这就是马太效应 它是一种强者欲强 弱者欲弱的现象 马太效应反映在社会层面上 就是生态链顶端的人通吃两极分化 富人越来越富 雄人越来越穷 甚至 富人的后代依旧是富人 雄人的后代依旧是穷人 电影《西红市首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中年仍然一事无成的王多瑜 机缘巧合下 继承了其二爷的遗产 摇身一变 成为百亿富翁 但要拿到这笔遗产 其二爷开了一个条件 必须在一个月内花掉十个亿 于是 王多瑜带领着一群废柴朋友 开始设法糟蹋钱 但让王多瑜想不到的是 这十个亿 却越糟蹋 变得越多 为了尽快把钱花出去 他们专挑差不多 要退市的股票买 没想到 有些股票大幅上涨 反赚了一个亿 他们又买了一片烂尾楼 本以为会挥霍掉一大笔钱 没想到 却因为化入学区 反赚了十个亿 这部看似荒诞的喜剧 揭露了一个一般观众 不太会关注的残酷现实 那就是 富人手上的钱 会像病毒一样 自己繁殖 而穷人的钱 却如同手中握的沙子一样 想抓得更紧 却露得越快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真实的案例 英国独立电视台 曾经拍摄过一部大型追踪纪录片 片名叫《人生七年》 从1964年开始 镜头追踪了 五种不同阶层家庭的 14个七岁儿童 他们有的来自上流富豪家庭 有的来自中层的普通家庭 还有的来自孤儿院 此后每隔七年 摄制组都会再一次采访 这些对象的生活现状 一直跟拍了63年 63年跨越了一个人人生的 一半以上时期 时至今日 当年那群孩子 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人生早已定性 而现实也是非常残酷的 这14位儿童中 大多数人的成长轨迹和发展 都摆脱不了阶层的巨大影响 富人家的孩子长大了 依然是富人 有着体面而令人尊重的工作 而穷人家的孩子 依旧在底层徘徊 一辈子都在为生计奔波 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 富人越来越富呢 穷人越穷 富人越富的三个原因 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 不仅仅是因为财富的原始基础不同 也不单单是因为机遇的差异 更不仅仅是受教育的不同 这种鸿沟更像是物质基础 思维方式 财务意识 个人能力 选择和运气 共同著成的三层牢笼 几乎很难打破 第一层牢笼 就是稀缺心态 越是贫穷的人 就越容易受稀缺心态影响 什么是稀缺心态呢 就是越是没有什么 就越是在意什么 比如对一个经济条件不好的人来说 他更在意的是 能不能买到更便宜的菜 于是他可能会宁愿多跑几公里路 多转几趟车 也要找到便宜的菜价 但最终 他浪费的时间的价值 要远远高于省调的买菜钱 经济学家穆莱纳森说 人们的视野会因稀缺心态变得狭窄 形成管窥之简 就像通过细小管子的孔洞看风景 所看到的永远只能是一片树叶 也就是说 稀缺心态让人的大脑固化 贫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稀缺心态导致的固定思维 穆莱纳森曾说 人们的视野会因为稀缺心态 如果稀缺心态变窄 金钱的稀缺会阻塞穷人的认知能力 稀缺心态是穷人思维的原罪 它会导致穷人只顾眼前利益 忽略长远发展 穆莱纳森提出了带宽概念 所谓带宽就是指一个人心智的宽度和容量 如果这个带宽总是被稀缺心态所塞满 就会影响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 最终让自己增活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中循环 长期处于稀缺状态的穷人 会被稀缺心态消耗大量带宽 其判断力和认知能力会因过于关注眼前问题而大大降低 而没有多余带宽来考虑投资和长远发展事宜 也就是说一个人穷着穷着 思维就会变得迟钝短视 在穷人的思维里 要吃饭就要去赚快钱 这需要通过不断的贩卖体力和时间来换取 然后工作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下班只想放松 几乎不会学习 更不会考虑长远的事情 穷人的世界只有眼前的苟且 没有失和远方 如此往复 穷人依旧继续穷 美国一位成名的专栏作家巴巴拉·艾伦瑞克 为了完成自己的一本书 我在底层的生活 丢掉自己之前所有的资源和关系 只带了一千美金进入底层社会 亲身做社会实验 他为了生存 不得不打好几份工 住在偏远的郊区 把大把时间浪费在路上 吃最便宜的快餐 几乎没有时间来提升自己 为了应付每年上涨的房租和生活成本 他不得不继续做更多的工作 不管巴巴拉多努力 始终不能改变现状 有充足的财力 支撑自己抽出空欲时间来谋划自己的长远发展 稀缺心态让人们只关注解决眼前的问题 而忽略了解决未来的问题 最终导致人们需要在未来加倍偿还 这是困住穷人的第一道牢笼 困住穷人的第二层牢笼是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是一个人人生的起点 原生家庭提供的物质基础 直接拉开了贫富差距 纪录片《出路》历时六年 追踪了三个不同阶层孩子人生的轨迹 来自富家子弟的袁寒寒 即便修学创业 也因为家底殷实 有机会到德国留学 他潇洒 自艺 可以在德国的街头悠闲 也可以在北京的胡同里自信生长 他的生命中充满了阳光 最后 袁寒寒回国创业当上了CEO 而与之对应的寒门子弟徐家 为了承担整个家的重担 早早开始工作赚钱 然后买房结婚 过上工薪阶层的生活 而甘肃山村里的马百娟一心想读书 到了县城 却发现自己跟不上其他小孩的学习进度 最后他在十六岁的花样年华结婚 纪录片的最后 关于马百娟的最后一个镜头 是他靠墙站着 和村子里其他几个二十来岁的孕妇扯闲聊天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社会上雇主给一个工作岗位的定价 往往并不与他的工作价值有直接的联系 有时只跟他的人才培养成本 有直接联系 跟人才的稀缺性直接关系 与工作价值有间接关系 富人有背景 雄人只有背影 富人的家庭可以投入大的成本 培养出一名弹钢琴的音乐家 而穷人的家庭只能凑点钱 让孩子考一个拖车驾照 培养出一名月薪四五千的司机 当元生家庭成为一个人 职业发展了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 普通人家的子弟 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社会资源 难以进入社会的上升通道 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 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 较高的收入 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原生家庭 这是禁锢穷人的第二层牢笼 困住穷人的第三层牢笼 是圈层壁垒 有一句话很扎心 别说什么金克木 木克土 只要你穷 什么都会克你 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 看似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却存在一个无形的阶层 分隔出不同的圈层 形成一个个彼此独立 却渐行渐远的独立圈子 越穷的人越容易处处碰壁 因为穷就接触不到好的教育 就容不进富人的圈子 富人的圈子里相互抬轿 人人相捧 而穷人的圈子里相互猜忌 相互踩踏 一个月星三千的人 那么身边大概也都是月星三千上下的人 他们不但给不了自己指导性的建议 反而会拉着自己一起便平庸 俗话说 即我里难除凤凰 鸭群里难有天鹅 骨堆捉虫的鸡群里也不会飞出雄鹰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圈层壁垒的存在 雄人接触不到富人的圈子 自然也难深刻理解 富人圈的信息与思维 总的说来 穷人之所以越来越穷 是因为在思维 资源 能力上都与富人有一定差距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差距就越来越大 大部分穷人受稀缺心态影响 没有意识去突破这种壁垒 并且 穷人在学习 资源 时间 人脉 资金 信息等多方面处于劣势 穷人靠卖力赚钱 富人靠建立的赚钱系统赚钱 周而复始 二者差距越来越大 进一步强化马太效应 既然有马太效应 普通人还需要努力吗 人们如何才能突破呢 如何打破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揭示了财富分配的残酷真相 穷人痛恨这种分配不公 富人却希望保护既得利益 维持这种不公 其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经济越发达 贫富悬殊往往越大 就是其时代 人类的财富很平等 大家一起打猎分肉吃 但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 生产资料被一些人占据甚至垄断 与超级富豪比 工薪阶层资源有限 贫富差距每一天都在拉大 但是 我们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改变的开始 既然马太效应是一种规律 那么我们不可能打破它 只能顺应它 利用它 目前 有人曾提出 把社会上的所有财富拿来评分 这样就可以彻底消除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看来 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首先 它是违背经济常识的 其次 即便平分过后 大部分财富 必然还会聚拢到少数富人手上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说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 损不足而奉有余 也就是说 马太效应自古至今是 一直存在的 贫富差距是无法被彻底消灭的 但是 它也从侧面反映了 富人所在的阶层和地位 是非常牢固的 一个人一旦成功一次 赚取到第一桶金 进入富人阶层 那么就比较难掉下来 所以 雄人如何利用马太效应翻身呢 至少赢一次 记住下面这句话 放大你的优点 做到至少赢一次 至少赢一次 这个策略被孙正义成功地运用过 他收购的一家公司 业绩在行业内一直排第三 实际非常低落 于是他对下属说 请你们振作精神 至少当一次第一 只要某个月的第一就行了 团队达成某个月的第一后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不愿意从第一的位置退下来了 从此长期是第一 一个人成为马太效应里的 富者和强者之前 他从来不知道 富者与强者的滋味 一位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个富豪 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 觉得赚钱很容易的 富豪回答说 是从赚到第一桶金之后 所以 第一次经验很重要 做到赢一次 第二次就会容易很多 反观现在的社会 领域越来越细分 行业越来越专业了 看起来是市场在洗牌 其实是社会在洗人 未来的社会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 产品只会越来越廉价 但是有能力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这就是趋势 做到赢一次以后 下面就是要积蓄力量 谋划长远发展 克服稀缺心态 谋划长远发展 稀缺心态陷阱的根源 在于对资源的错误利用 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贫穷的问题 就需要重新分配自己的带宽资源 将重要的事放在需要解决问题的首位 比如在时间管理上 先解决重要的事情 何谓重要的事情 关乎未来长远规划的事情 就是重要的事情 这需要人们及早地 对未来的事业及职场 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设定一个清晰的目标 哈佛大学做过一个跟踪调查 对象是一群出身环境和智商 都差不多的年轻人 这些人中 27%的人没有理想 生活没有目标 60%的人理想模糊 生活目标模糊 10%的人有理想 制定了短期规划 3%的人有理想 制定了清晰的长期规划 调查发现 25年后 这群人的生活状况 有了明显的差异 那3%的人 因为一直有规划地 朝着人生理想迈进 所以最后几乎都成了社会顶尖成功人士 那10%的人 因为不断实现短期目标 最后成了社会的中产 做了律师 工程师 企业主管 那60%的人 生活在社会中下层 没什么特别成绩 就指望孩子将来有出息 剩下27%的人 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人 成天抱怨他人 抱怨社会 不同的人生规划 让每个人拉开了距离 这样的剧情 每天都在生活中上演 毫无疑问 以后还会继续发生 如果是你 会选择做哪种人 阶层的固化 源于思维的固化 穷人思维的特点 是以解决眼前问题为主 而富人思维的特点 是以长远目标为导向 不要用自己的业余爱好 去挑战别人的专业 这是一件自取其辱 折损自信的事情 不要试图全面发展 因为全面发展 只会导致全面平庸 无论你是做生意的也好 打工的也好 在专业中力求做到 无可代替 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你才能成为 马太效应里面的 那少部分富人 最后再说几句 马太效应就像一堵墙 将穷人和富人 分隔在两个房间 一个房间很大 布置得很豪华 那里有深海 大白鲜鱼碗 做的鱼子酱 用着藏红花香料 吃着餐桌上的 白色钻石 白松布 里面的人很少 但都悠闲自得 穿戴整齐 谈天说地 而另一个房间很小 里面挤满了 为了填饱肚子 而朝九晚五劳作的人们 这个房间装饰普通 人满为患 他们就是富人和穷人的 两个不同世界 圈层对于人们而言 我们不能消灭它 只能顺应它 利用它 富人对于人们而言 我们不需要打败它 只需要成为它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天天读书会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